本篇由博如瑞亚 博如饮品 博如食品特约提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博如汽车315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丰田凯美瑞240G车型 左侧扇气静光灯色温异常的故障排查 该车故障表现为 左右两侧扇气静光灯色温不同 左侧色温异常运行不稳定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排查步骤 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将左侧大灯拆下 以方便检测灯泡和线路 由于大灯灯组在保险杠的包裹下 所以我们第一步要拆除保险杠 将车辆的引擎盖打开 着车 向右转动车轮 以方便拆下左侧的内衬板螺丝 将保险杠松动 然后向左转动车轮 将右侧的内衬板螺丝拆除 拆下水箱上护板 将衬板下面固定保险杠的卡扣和两个螺丝卸下 保险杠的上部就松动了 注意 保险杠与许多线路连接 我们要将它拆除 才能顺利取下保险杠 下面我们用千斤顶 顶起车辆左侧 拆除保险杠下部与车架连接的固定螺丝 把保险杠两侧从保险杠支架上脱离 这时我们就可以将保险杠取下了 首先我们要拆除固定大灯的四个螺丝 如画面中所示位置 将大灯晃动取出 拔下与灯组连接的所有插头 这时整个灯组就完全卸下了 将固定扇气进光灯灯座的卡扣打开 取出灯座和灯泡 经过观察我们可以看到 灯泡有灼烧过的痕迹 这也是导致色温异常和接触不良的原因 查找到故障点后 我们决定更换扇气灯泡进行查看 进一步确认是否是由于灯泡问题引发故障 我们将新的灯泡进行安装 连接大灯灯组接口 开灯测试 这里要注意的是 扇气大灯的电压很强 测试时禁止触碰灯座 此外 灯泡在点亮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 要小心避免烫伤 测试后发现 大灯色温正常 运行稳定 于是我们将灯泡和灯座安装到大灯总成当中 将大灯安装腹位锁紧 重新安装保险杠 和轮胎内衬 关闭机盖后 整个操作就结束了 整个排查过程用时65分钟 所需耗材 丰田凯美瑞240G 善气静光灯泡一个 单价大概为1000到3000元左右 享受爱车生活 尽在薄如瑞亚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